渠道没搞明白的话 你在白做 你在不停地退 在座各位每个人 都是卖产品或者卖服务的 你要么2B 要么2C 最后核心什么呢 你要了解全世界的渠道 全中国的渠道 线上线下 你心里就不慌了 然后你再定你的产品 然后再定位 为什么要有个通盘认识呢 因为最后在座的各位消费者 尤其是85后90后 他们已经完全是电商化了 他们买菜买米买什么 全部是手机下单 偶尔线下也去下单 所以我聊企业一问 你去到哪里 基本就知道它的 大概的定位 很多企业家 我的店主要在包头 西安 我已经做了15年了 这种反应它什么呀 它是在打防御战 它在退 它被趋势逼得在退 因为它没有电商基因 要电商基因的话 应该反着来 应该反攻打一线二线 而不是往包头 往银川走 往银川包头的核心原因 什么杭州干不动了 真的是这样的 他们10年前就是南京 上海 最后被电商打的 就往后退 在座各位有没有感触的 核心原因就是什么 你对新东西的本质不了解 然后被这些微信 发的这些信息 把你给搞晕了 你以为是一个非常可怕 非常新的一个东西 其实不是的 它只是换了身衣服一样 然后你要了解 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要大胆地去玩 去用 而且不能只让你的员工去用 自己必须亲自上 好 好 好